0百加速只需要6.3秒 快点用号只需要7.4升 就是我身边的这台深蓝的G318 那么这台车的动力 它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这期视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台车呢 它是有后驱和双电机四驱两个版本 后驱的单电机版本有185千瓦 前后双电机四驱版本呢 后面185前面131 合计有316千瓦 用的是长新蓝晶的全新动力模块 另外值得一提的 就是它的这套1.5T HE混动专用发动机 热效率达到了44.28%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套发动机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1.45的形成刚径米 形成刚径米是什么意思呢 形成就是活塞上下运动的距离 刚径就是整个气缸燃烧式的直径 形成刚径米越大 你这整个气缸是造型更加的瘦长 那么在团的状态下 你的活塞运动的速度就会更快 让整个气流的运动更加的距离 从而导致更好的一个混合和燃烧效果 另外你的形成越长 你的连杆的长度也就越长 那么在团的状态下 就能够输出更大的扭矩 根据功率等于扭矩乘以转速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相同的状态下 它就可以输出更多的功率 能够将更多的热能 转化为机械能 再转化为电脑 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500瓣高压直噴 500瓣的高压直噴 它可以天射更远的距离 更广的范围 从而达成更好的燃烧效果 第三个特点就是16比1的高压缩比 DMI的压缩比是15.5 它比DMI还要高 那么超高压缩比 就直接决定了它的燃烧效率 第四个 为了让这台车 它能够适应各种极端恶劣的功况 保证发动机在各种情况下 都能顺利点火 发动机的火花塞 也换成了150的高能点火 对火花塞的寿命和质量 也提出了更大的要求 所以这台深蓝G318 是长安发布新蓝经动力以后 最新技术的极大成者 让我们期待一下 它后面的动态驾驶表现吧 感谢观看